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BY RADIO 261 等我休息這幾個月吧 我在樓梯有露啤的樣子 很害怕給我放假 但是你要說一下 你不要一開始就已經說到笑得很遠 就已經說自己可以過一些很舒適的生活 不是舒適的 就是不要被消費主義吵醒 首先就說一下 一聽這些消費主義的廢話 就已經知道這些是左婆 這些是跟我說不對的 這裡有條線 即是說哪些左 左婆我喜歡 左翼人士 以身犯險 全民發聲 撥發城市論壇 提升正面奮利 逢星期三晚10點至11點半 My RADIO 由馬祖黎 劉翁 聲勢醫生 城市再談 社會公然以民為本 民主民生 地區事務 人民力量 節目主持 陳偉業 民主持 民主持 人民力量 民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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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人民力量第二次又回來 在我旁邊就是成名教授 在科大 政治和公共行政 關於香港政治的轉變方面 做了很多深入和全面的研究 剛才我們講到香港政治的領袖 掌握民意民情 或者帶動民意民情方面的態度和能力 剛才都講過公民黨和民主黨 都似乎有不同的取向 但是你看到這麼多政黨都好 包括我們自己人民力量在內 真正能夠落到群眾 真真正正可以將訊息發放到下去的 有系統有組織地做到 還有可以動員出來的 其實香港真的沒有哪幾個民主派組織 有這樣的能力 香港這麼多年來所謂的群眾運動 都是透過一個議題 然後透過大眾的傳媒 是訊息下去了 他們被感染之後 自己主動意識走出來的 真真正正組織動員出來 真是甚少的 其實這方面坦白說 我就沒有很深入研究 但是我們都覺得這個 很可能是現在民主運動其中一個困局之一 我記得在70年尾 當時就說台灣爭取民主運動 國民黨在某個地方打壓當時的反對派 國民黨首先動手放一些催淚彈之類 然後對方還擊 但是電視播出來就將它顛倒了 因為電視台也被控制 當時台灣就有些影像力量 他們就拍到這個真相 然後他自己上山下鄉去不同的社區宣傳 我覺得這件事 你看到台灣四五十年的民主抗爭的成功 就是得來不易 除了很多人犧牲下獄 甚至是死在監獄上 也有一批人 他真的是一些義務人士 他看到這樣的真相 他那種公義是燃點起一個行動 他真的就去下區 在不同的社區去港 再感染一些人 當然還有很多國際因素的配合 令台灣突破 但是到底香港的民主派政黨 能夠有一個直接的接觸 網台當然是很重要 但是我相信它有一個局限 你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 有這個興趣去上網 另一批他們沒有興趣沒有時間 你怎樣去能夠引發他的支持 還有他明白 這個可能是下一波民主運動壯大的 很需要要留意 去年的變相公投 其實我是其中一個小數 政治學家 研究政治學家的學者 裡面是支持的 也公開支持 其實在 我後來也做過一些分析 為什麼會支持呢 因為 你看回全世界過去幾十年的民主法經驗 主流的研究都發現 大部分的 譬如有六十五個民主過渡 成功的民主過渡 裡面有七成幾 是靠人民的力量 你靠上面那個領袖 主動去引發民主化是極少的 你去外也是舉到幾個例 例如西班牙 但大部分就是靠人民的力量 而且是一個 我要強調一件事 就是一個所謂 非暴力的抗爭 因為你一用暴力 你就會給到軍警 一個很大的藉口去打壓你 另一點我自己看到的就是 譬如我和普選聯的學者 有一個很大的分歧 我所知其中有部分普選聯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實力上 因為香港人很難動員 正如和你分析一樣 所以可能他們都覺得 正如何俊仁所說 就是香港人是一個 一個圍城的心態 覺得被圍住 你就不要想著 能夠和中央成功爭取民主 但是我要保護香港已經有的東西 特別是自由 所以如果你要打壓香港自由 香港人會五十幾萬人上街 但是你說要爭取民主 他們覺得無能感太強了 也有部分是不太認知 民主和改善我們的管治 無論經濟或者社會政策的關係 所以那種的決心又不夠 當然我剛才上一節說到 我們對人權的打壓 貪污也不太嚴重 人權的打壓和貪污 也不像其他地方那麼差 所以普選聯某些學者 和何俊仁的想法 我想是很接近的 他們就覺得 這種圍城平安心態 你就算搞一個變相公投 可能你是會輸的 你會有低投票率 你甚至補不到必要的二十席 去否決政府的一個不民主方案 但是我自己看 我們看回南非的經驗 譬如普選聯某學者說 南非萬德拉是透過談判爭取民主的 為何我們要搞這麼多變相公投 你看回南非的經驗 南非萬德拉爭取民主成功之前 他是靠一個很強大的工會運動 以及一個持續很多年的種族抗爭 再加上後來引起西方的支持 包括英國在內 他是有實力的 你再看回東歐 東歐有一位學者 斯坦福大學者 他現在是奧巴馬的顧問 高級顧問 他就發覺研究過二十八個東歐國家 談判是起不到決定性的作用 而是說你有沒有一個實力 實力是群眾動員 你越是有實力的時候 你能夠過度去到任主國家的機會就越高 所以你看回過去幾十年的研究 無論是一些量化的 或者是一些個案的研究 一些Qualitative的研究 主流的都是說 你最重要是你有一個公民社會 包括政黨 包括民間團體 他有沒有一個龐大的動員能力去迫使 一個所謂專制的政府讓步 某些研究就強調是要非暴力的 另一些研究甚至會說到 譬如東歐的Case 甚至有時候你可能是有暴力的 你都能夠成功迫使用 當然這個你要看回環境 如果你在香港來說 暫時我覺得 香港不是中東 不是埃及 埃及有大學生 據說你畢業之後年半才找到工作 五十五成以上的人 處於貧窮線之下 我們香港遠未去到這麼差 如果你說任何一個民運 你說要訴諸暴力 就不單要引發軍警打壓 連市民的同情都會沒有 這個暴力是另一個政治發展的問題 看回香港 講回政黨發展 政黨的領導 和群眾的組織 香港相對是偏弱的 偏弱的其中一個成因 當然客觀所謂的遺城因素 或者我講的鳥籠的政治是一個因素 但是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香港的民主派領導 過去這麼多年來 沒有一個強而有力 就是未力營的領袖也好 或者透過道德感染也好 去帶領這個群眾運動 你看到香港所謂的民主派 在領導這個群眾運動方面 都是一個極為抽離的關係 可能在議會講幾句話 你可以說每一次有群眾動言出來的 都是因為政府的政策的失誤 而群眾基於政府的不滿而出來 你找陳福水帶領也好 你找李柱銘帶領也好 可能相差的人士不多 但是你看回台灣那些抗爭運動 很多時候台灣一些本土的領袖 慢慢演變成為精神領袖 他們有個系統出來帶領那些群眾 那些群眾是因為對這些所謂的政治領袖 去信服或者接受 就可以組織動員出來 跟香港所謂的本土政治 缺乏這個領袖 跟這個群眾缺乏一個所謂的關係 這個是一個很不同的 你怎麼看香港這個政黨政治領袖的發展 因為有些在政治圈子二、三十年 但是仍然缺乏一個群眾的領導和動員力 其實我也同意的 比如我們沒有一些類似韓山素姬 金大宗、萬德拉這類魅力領袖 有這麼大的道德感召力 甚至是不需要去到這樣的層次 再低一級的也很難說是否有 我完全同意我們往往動員 尤其是九七後是政府做錯事 主動民主派去動員 力量通常都比較有限 我覺得兩個方面解釋 第一就是我剛才說過的 我們的人權、貪污和經濟 的確相對不是很差 相比於一些過去幾十年 成功民主過渡的國家 他們有一個更肥肉的土壤 讓那種民主運動壯大 而另一方面 我們的社會領袖、民意領袖、民主派的領袖 無論是個人的背景、歷練 例如很多是中產階級的 是專業人士的 可能是法律界 或者甚至以前做過高官 他不是一個接觸可以基層的 魅力型領袖 而是那類的領袖 如果你的打壓又未去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他個人也可能覺得很難去這麼容易撩棄一些人 而且加上那種要求的技巧也未必是他最擅長的 所以在這兩個因素 環境因素和香港的民主派領袖的背景因素 限制的互動下 就比較難出到一些我們希望出到的領袖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局限來的 希望隨著新的發展 有新的領袖可以培育出來 人民力量可以填了這個空隙 剛才開始的時候有提到一點 我想很多朋友都很有興趣的 就是你形容香港家的這個管治制度 是一個半獨裁 半民主半獨裁制度 半民主半獨裁制度 你覺得這樣的制度 剛才你說到任何人進這個制度 那個特首開頭的民望很高 做法都一樣低 這個制度 你覺得令到香港的所謂整體的發展 不要說民主制度的發展改革了 包括經濟、社會等等方面 會帶來什麼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會不會就 會令到好像阿溫總所說 這些深層次的矛盾 必然存在 都跟這個制度有關呢? 首先我想說一說 這個制度其實有三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說 親疏有別 第二個特徵就是 由於親疏有別 你拉一派打一派 你拉建制派去打泛民 但泛民是最有代表性的 你從立法會直選 的時候就引起社會的兩極分化 政團之間的分化 即是泛民和建制派 甚至支持兩邊的人民的分化 兩極分化 到了第三個階段 我們就叫做社會衝突 就是大家互相動員 那這三個特徵 半民主這三個特徵 就不是我說的 而是研究比較政治學的學者 你發覺到的 就是全世界 原來半民主的制度 就有一件事是最厲害的 就是厲害了什麼呢? 就是製造政治的不穩定 製造政治不穩定的機會 是高過民主制度十幾倍 也高過最獨裁的制度 譬如今天的中國 緬甸 北韓 古巴這些 最獨裁的制度 因為它靠軍警 可以中期短期壓倒 但是你香港認識這種半民主 你又有一定的自由 你可以讓人發聲 遊行示威 去指出譬如政府犯錯 但是接著有很多結構性問題 你又不能改變 為什麼不改變 因為我剛才說過 它第一特徵就是 親疏有別 拉派打派 它拘捕了什麼人進去呢? 現在你看回 很簡單以選委為例 選特首的800個 將它增加到1200的委員會 它有三類的利益 三個利益團體 一就是香港的大資本家 第二就是某個程度上 依附大資本家 和中國高速發展的專業人士 第三就是香港的從政人士 甚至是特區政府 問責官員和高級公務員 高生口率 或者可以有荷蘭水蓋 那這三批人 就主宰了什麼人做特首 起碼他們要聽北京的話 某個程度上 是牽制了特首很多政策 例如你看到很多 例如房屋政策為例 曾蔣權任內是畏首畏尾 例如電器舖 某個打工仔 去騙事件 你就控告他 要他坐牢 地產商發水樓 你就不會控告 反映了什麼 很多人都看得到 就是因為這個 體制上的富樓 所以你看到 這幾件事 造成了七大惡果 第一個惡果 就是貧富懸殊 家劇也不需要我多說 第二個惡果就是 我們有個畸形的政制 就是有認受性的泛民 是沒有權的 立法會 凡是重要的法案 大部分都被分證投票否決 沒有認受性的人士 特區政府是有權的 這是第二 但是引發第三件事 就是因為他沒有認受性 很多具爭議的 尤其是牽涉到一些 長遠政策的事情 他就不敢做決定 拖拖拉拉 反而影響了施政的水準 譬如你看回 我們的醫療融資 公平競爭法 講了十幾二十年 都還沒有搞不定 因為你牽涉太多利益 他不敢大刀闊斧 站在公眾理的地方 我就要立法 或者監管這個壟斷 或者半壟斷的一些機構 他現在還說要讓步 這是第三件事 還有第三件事 就是立法行政的張力 永遠都很大 因為你沒有權 你沒有認受性 我也有認受性 還有往往你未必 你未必一定有鞏固的票員 政府 如果有最大爭議的事 建制派都會變色龍 然後第五件事 就是你 所謂 就是公務員的執行力 這個可以爭辯 未必一定跟半民主政制掛 一定會引發發生 但是香港 回歸後公務員 以至問責高官的執行力 是越來越差的 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很多沒有從政經驗 再加上陳太也屢次指出 很多高級公務員 認為問責高官 年資錢 正義經驗少 不值得拿這麼高薪 有這麼多權力 所以大家的磨擦張力 甚至是消極的抵抗 不合在是有的 那是否影響執行力 我記得例如李永達也講過一個例 在他們的區 談起班馬線 談了一年都未完成 你如何應付國際的挑戰 這是另一件事 整體加起來 就達到第七項 就是整個政府的民望 通常每天都會低 因為你無法發送 你的表現差 加起來的時候 尤其是低下階層 甚至中產 你覺得你的表現差 因為你這麼多事情 就要商界 大的商界 或者某些和商界合作的專業界別 第三件事我想說 就是所謂的社會流動機會的減少 因為你太多記得是卡四 剛才你提到七個問題 都與半獨裁半民主制度有關 其實政府由董建華執政的時候 其實他都看到類似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就覺得 你以前的制度不行 他就引入這個問責制 問責制其實就希望可以加強 那個局長 司局長的政治的領導能力 加強那個有效性 但是誰知道就適得其反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說 你找那些司局長的能力不到 你那個能力不到 你要去很有效的做事 他這樣還未會做 也沒有這樣的聲望 沒有這樣的能力 沒有這樣的網絡關係去做 所以就適得其反 你到曾蔭權執政 找回一班公務員 那些公務員呢 就行政能力相對地可能強 但是政治的能力薄弱 好像這個林瑞琳那樣 以為自己很聰明 吃夠飄 以為自己很聰明 那怎知道就很糟糕 所以你看到整個制度 因為你任何制度都好 你半民主半獨裁都好 很多時候的制度 能否有效管治呢 或者是執行某些政策呢 管治人才很重要的 是 是 是 所以新加坡是 放很多人力資源 在這個政治管治人才的培訓 不單是國會議員 包括是政府 那些行政的高層 都是刻意栽培的 那香港在這方面的栽培 是完全脫節的 是 是 是 你怎樣看這個政治人才 培訓缺乏的問題呢 我想幾方面 一是萬澤制有幾個先天性的缺陷 一是 之前我所說 他有整個半獨裁的政體 有這麼多造成管治上的困難 很多聰明的人首先不肯加入 譬如傳聞說 他們想邀請過很聰明的 譬如陳南綠 以前國泰的陳南綠 甚至有一陣傳說馮國經 馮國經應該就算了做特首 他們都不肯加入 他們看到制度有困難 你變成可以選的人少了 第二 有些人不選 泛民 你看回在 早兩三年前 曾倫權民望插水式 第一次插水式下跌 就是他堅持擴大問責制 引入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當時有幾個是有政黨背景的 兩個民建聯 一個是自由黨 泛民是被踢出局的 泛民的代表性最強的 那時有個半泛民 那時有謝永寧 那時傳聞就有份 但後來都沒有進入 不知道什麼理由 都沒有進入 那邊可以說 他選擇的人很少 甚至他給人感覺偏心 你選擇的 如果你要選擇某些建制派 但是他不一定是這麼厲害的 譬如現在剛剛官惠亨通 這個代替劉吳惠蘭那位 你知道他一上任藥引起 有很多笑話 又派卡片 又做了很多失誤 但是劉吳惠蘭離職了這麼久 才找不到人 就找他上去 你更加看到那個 當你這麼講究 一個所謂親疏有別 還有有少少刻意去栽培 建制派 甚至被人懷疑是共產黨 香港的代表的時候 你可以找的人才更少 第三個很重要的 跟新加坡不同 新加坡很重視政策研究 長期的政策研究 我記得一位前高官 退休高官 他跟我說的笑話 他都在政府做了二三十年 他就說 如果你問新加坡的高官 一個政策 他就會說 接下來十至二十年 他們的計算是怎樣的 前景的計算等等 你問香港那些同級的政務官 最多是說一至三年 就是這麼多 所以 這幾件事加起來 就使得我們 在實施高官員責制之後 再加上 你將一些有資深的政務官 令到他覺得權力都被旁落了 人工人高你那麼多 消極抵抗 加起來 你會看到我們的管治質素效率 效能都不斷下降 但這個管治質素下降 在董建華年代其實已經呈現 已經呈現 和都知道的了 暫時都差不多十年八年了 但是似乎在這十年八年裏面 在制度上的調整 或者找一些方法去建立 或者培訓 適當的政治人才 等到這個系統上 有一個適當的渠道 讓他們可以直戰入到這個權力架構 仍然都沒有的 暫問回歸十四年了 是嗎 是 我覺得 葉劉淑儀在《信報》的訪問 他自己也承認過 當他做文宅高官的時候 在他心目中出色的AO 其實只有十分一 整個AO團隊有幾百人 他覺得十分一真的很厲害 但是 十個蓋 只有幾個蓋 你不夠蓋 大家互相搶奪 如果是出著他的口 也值得參考 因為他真的有賣身的接觸 第二 就是 似乎 我自己也覺得 很可能 的確 過往九七前的 所謂私級官員 其實很多是英國人 距離九七前幾年 才開始轉換班帝華人 其實華人的領導能力 以至磨練的日子 的確是不夠的 他們的領導能力 真的可能不及當時的洋人 再加上你接班太短了 然後已經九七 一九七就有很多挑戰 金融風暴 大大小小的挑戰 所以你看到 我們的高官 民策高官也好 或者AO 他們的領導能力 的而且磨練 是不夠的 再加上 年紀較大的AO 仍然給人這種感覺 是一定程度的驕傲 其實坦白說 很多AO 到了今時今日 如果你算學歷 學歷是很低的 很多是讀人學士的 你跟外國比 甚至你跟台灣比 差很遠 台灣很多都是博士級 視野完全不同 台灣很多是博士 他們在美國讀書 甚至在美國工作一段時間 才回到台灣發展 那你新加坡也都 都多博士的 政治人物很多博士 是的 政治人物 明顯比香港的官是多 還有我剛才說過 他扔很多錢去做長遠政策研究 他正在新加坡大學 有個政策研究學院 李剛堯 所以我想這也是很關鍵 但是去到今天特區 我們又不要看得到 他有什麼新的辦法 問責高官 那越搞越和 我剛才說過 現在整個管治的班底和系統 好像七個那麼亂 人才又不多 那究竟這裡 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善 還有這個民主派 在這個民主化的過程裡面 有什麼可以做多些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 希望教授和大家分享 還有希望找出一條出路出來 休息一會兒 現在進入卡 請教授和大家